你知道跳飞机这个特殊词语吗? 我不清楚马来西亚之外的华语国家 对这个词语的理解 是不是就如画面呈现的那样 跳飞机这个词在马来西亚带有贬义 指的是没有获得工作许可 滞留在外国非法工作 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个词呢? 因为我爸妈干过 那请问跟宿命传奇有什么关系? 因为宿命传奇的男主角斯坦 就是跳飞机的人 唯一的区别是 我们凡人跳飞机 当非法劳工辛苦赚钱 而斯坦的起跑点比较高 他跳飞龙艇 一跳就变成英雄 前言和评论的部分蛮长的 如果你不想了解 你可以自行跳到故事那里哦 97年发售在PSE的宿命传奇 是我人生的第一部接触的传奇系列作品 不过我从来都没通关PSE的宿命传奇 9岁还是10岁的我在玩宿命传奇时 英文水平真的超烂 其实现在也没好到哪里去了 所以不知道每次要做什么的时候 就跟每个NPC讲话 说不定就可以触发剧情 我连对话都不看 一直按住键盘 让对话快跑 那除了这点 我那时没有PSE 玩宿命传奇是透过模拟器 问题是我的宿命传奇光叠太多刮痕了 每次踩地雷遇到敌人时就会lag 会lag多久呢? 幸运的话一下子就OK 有时候上个厕所回来 还是动也不动 于是我就做了一件很糟糕的事 那自始至终 我都没有和PSE的宿命传奇 建立过任何的情感 后来再玩到PSE的宿命传奇 已经是2021年 马来西亚因为疫情封城的时候 我那时已经看得懂英文 但是我觉得有点无聊 所以只玩到强调的关卡就停了 之后在网上偶然找到 在2008年发售的PS2 宿命传奇重制版 整个游戏大升级 而且还是英文版 我二话不说下载来玩 太棒了 发现了一部好作品啊 从PSE跨到PS2 最显著的就是画面的提升 没有PSE版的感情基础 外贸协会的我自然是选择右边啦 那PSE版的剧情演出 是不会有任何的配音 你唯一能听到配音员的声音 就是在战斗时 嘿 喝 Fireball 重制版就没有这个缺点 全程都有配音 配音的都是老牌 实力很强的配音员 有这些配音员的加持 游玩过程很舒服 而且还能让我专注的投入 没有出息 此外 PS2版还增加了一些新的动画 让演出更加分 音乐部分没有太大的差异 PS1版的音乐 你在PS2版都可以听得到 PS2版还多了真人演唱的主题曲 哇塞 这首主题曲真的很好听 听过的观众应该不会反对这个观点 它现在已经是我开车时必听的歌 非常推荐哦 重制版的战斗系统做得很好 超越了原版 原版在战斗时会比较慢 在不使用技能的情况下 一刀一刀砍 特别花时间 重制版就改善了这些问题 人物的行动次数则由CC来决定 也就是你们在画面看到箭头指着的地方 你的CC越多 你的行动次数就会增加 你唯一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计算怎么出招 才会让CC用得划算 也因为有这个CC的系统 重制版取消掉了MP系统 有玩过原版就会知道 战斗时要很小心的节省使用MP 因为出个招式或是使用魔法 那个MP就像我的钱包那样 喷血喷得很快 指都指不住 在打Boss前你就先变人干了 原版在战斗结束后 我们会恢复MP 但是那个量 可以媲美我那少少的薪水 结论而言 在提倡节俭的原版 战斗就是不过瘾 重制版的宿命传奇 有两种类型的可操控角色 一种是以主角为首的 御剑大师Sodian Master 另一种是协力者 两者都是透过升级来变强 但是在个体素质上的提升 却截然不同 御剑大师要提升素质 就要熟练剑领收点的能力 这些能力包括攻击力 增加CC 减少隐畅魔法的时间等等 由于他们是被选中的御剑大师 所以他们不能更换武器 协力者要提升个体素质 只能透过买卖 或者使用重制版新加入的精炼武器 饰品来变强 精炼系统本身就很有趣 每一个协力者的玩法也不一样 游玩上也不见得会输给御剑大师 还有一点让御剑大师变得有趣的机制 就是魔法 说明传奇只有御剑大师可以用魔法 加上使用魔法不会暂停 用起来就是爽 除了跑得慢 原始设计就是魔法师的菲利亚之外 其他四个御剑大师 可以视乎你的游玩风格 而让他们变成魔法师或是战士 当然 你要两种兼顾也没问题 由于重制版的宿命传奇去掉原版的糟粕 战斗变得好玩且刺激 理所当然 敌人的行动和属性也被修改 游戏前中期比较简单 打BOSS的时候 我从来都不用消耗道具 然而到了中后期 我的妈呀 难度上升了很多 小兵不止变强了 BOSS也设计得很强硬 很难瞄准时机打出硬直 而且他们还会时不时就进入无敌状态 又会叫小兵来干扰我们 这一切的极大成者就是最终BOSS 会让我怀疑 诶? 我什么时候把难度调成困难模式了呢? 游刃有余这个成语是用来形容他对付我的主角团啊 幸好我把所有超强力的不要留到最后一战 才勉强险胜 从第一部的幻想传奇 讲穿越时空寻找凶手的故事 到第二部的宿命传奇 那么宿命传奇的故事好不好呢? 我觉得很好啊 首先是剑铃和御剑大师的设定 在97年的原版就很新奇 游戏中的剑铃有自己的灵魂 被他们选中的人会成为御剑大师 剑铃本身就会说话 而且超有个性 会跟御剑大师争论或者吵架 如果你玩原版 英文又好 自然会觉得很有趣 可惜我那时因为各种原因和不按英文 所以我就不知道宿命传奇到底说了什么故事 直到玩了重制版 我才能感受到宿命传奇的美好 补充一点 重制版在剧情上做出更动 还把原版中的协力者改成是强制入队 我认为是很不错的 宿命传奇的故事围绕着剑铃和御剑大师 在这个世界的冒险 虽然游戏前中期的节奏比较慢热 讲述剑铃和御剑大师一边吵吵闹闹 一边在世界旅行追逐游戏前中期的反派 到了中后期 藏在幕后的最终大boss浮出水面 世界观逐渐明暖化 甚至有队员死掉 游戏迈入高潮 剧情从那时起就会变得很精彩 重制版在剧情上有一个亮点 是增加了第二男主角李昂为主角的路线 在这个路线里 我们可以看到李昂对某些事的观点 感受他的心境变化 最好笑的还是他和剑林查蒂尔的搞笑对话 缺点是李昂路线的内容 大多数都是重复斯坦路线 所以会很无聊 只有在快接近尾声 剧情急转之下 李昂要面对严酷的选择时 他的故事才会精彩起来 我一向很看重故事里的人物 毕竟是RPG嘛 故事中要描写的人物太多就容易失交 其他人物容易变成工具人 宿命传奇的角色都塑造得很好 这也包括了反派 那说到主角团 包含不能直接操控的剑林 总共有14个角色 各位 这是很多的人物啊 然而这些角色到故事结束时 他们已经牢牢的刻在我的记忆里 这要归功于人物本身的性格很突出 他们自身的故事 还有欢乐小剧场的帮助 顺带一提 原版的宿命传奇 我们根本都看不到剑林长什么样子 只能靠想象 重制版为所有的剑林增加了利会 让他们有一个明确的形象 男俊女美 伤心悦目之余 也不用再只是看文字来认识他们 除了这点 原版并没有欢乐的小剧场 所以人物的塑造会弱一点 最后 我们来聊聊人物的审美 很多角色在设计上没什么问题 很符合人设 魔法师有魔法师的样子 战士有战士的样子 盗贼有盗贼的样子 也就只有这两位角色是我 呃 接受不了的 我知道现实生活 男生的腰可以很细 胸肌也可以很大 可是这两个角色的身材 搭配服装就很不自然啊 也没有美感 反而把腰细和胸大变成了缺点 难道就只有我觉得 他们的设计很不协调吗 有没有人的看法跟我是一样的 宿命传奇的故事相当长 所以在复数故事的时候 我会把李昂的路线直接放进去 有些琐碎的情节 我会省略不提 另外 我还要给观众提个醒 No.1 因为是民间翻译的版本 所以难免会有翻译上的错误 你有发现任何问题 就请你留言指正 No.2 为了达到我想要的效果 我会用自己的话来表达某些角色的对话 No.3 如果你有兴趣 我非常推荐你去玩一玩 因为重制版真的很棒 我在怎么附属都没有办法还原出原汁原味的故事 你亲身去玩才会得到最好的体验 好啦 如果你突然心血来吵 想要找来玩 又不想要被剧透 就要请你回避啦 倘若你想要继续看下去 就请你准备好咖啡咯 我们的男主角斯坦 今年19岁 和妹妹爷爷一起住在宁静的小村庄里 平时的日子 斯坦不是帮妹妹跑跑腿 就是和爷爷一起牧羊 不过这种悠闲 非常适合退休老人的小小村庄 对一个刚成年又血气方刚的少年来说 无疑很煎熬 斯坦早已立志要离开这个村庄 前往首都赛因格成为一名骑士 所以就在某一天 他就不辞而别了 他离开村子不久后 就在附近看到了一架以龙的形象打造出来的飞龙艇 普通人看到飞龙艇的想法是 哦 一架飞龙艇 好酷哦 继续赶路 脑回路跟别人不同的斯坦 想的是 哇哦 原来是飞龙艇呢 我可以靠着他飞到赛因格 所以斯坦问都没问 就悄悄搭上了人家的交通工具 等到被人发现的时候 工作人员当然是要问个明白啊 而斯坦一副觉得自己没错 反被人诬赖的样子 说着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我只是想要搭个顺风车而已 啊 补充一点 这段情节在原版有出入 原版是工作人员发现斯坦后 要赶他走也来不及了 只好处罚斯坦当免费老公 负责打扫飞龙艇 还蛮可爱的啦 重制版就会残忍一点 当舰长他们发现斯坦误闯 还给了这么烂的理由后 为了确保飞龙艇再送秘密货物的消息不外传 舰长当下就下令要灭孔 想当然事情自然不会往主角死亡的方向发展了 就在斯坦的小命快GG的时候 飞龙艇突然遭到一大群魔物的袭击 飞龙艇上的士兵自顾不暇 斯坦脚底抹油就溜了 一边逃难一边和怪物躲猫猫 斯坦最终躲到了仓库里 也就是在这里 他听到有人在叫唤他 循着声音 他看到了仓库里摆放着一把造型有点奇怪的剑 啊 不管怎样啦 都凑合着用吧 有了这把剑后 接着就是想办法逃命 就在他杀出一条血路 搭上救生艇准备登出时 却遭到魔物的袭击 救生艇无法正常运作 不断坠落 还好斯坦有着过硬的运气 救生艇最终落在湖泊里 然而好不容易从救生艇爬出来 但精疲力尽的斯坦已经无力游回岸边 此时手中的剑再次呼唤他 一人一剑递结了蒙月 在呼唤剑的名字迪姆鲁斯后 手中的剑爆发红光 把整座湖泊蒸发掉 耗光所有经历的斯坦也就倒在湖泊中央 斯坦从昏迷中醒过来 已经是在舒服的床乳上 被温暖的空气包围 看到自己选中的遇见大师 一副迷迷糊糊的样子 迪姆鲁斯只好跟他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 还连带自我介绍 在一千年前 迪姆鲁斯是剑的主人 后来透过某种科技 迪姆鲁斯的人格就刻在了剑上 所以拥有迪姆鲁斯人格的剑成了剑铃 顺带一提 只有遇见大师和剑铃可以对话 其他人根本无法听见剑铃的声音 听完迪姆鲁斯的解释后 斯坦之前那些不舒服的记忆涌上来 Oh shit 原来在飞龙艇上差点被灭口 魔物袭击 还和一把会说话的剑递节契约 Oh 这一切都是真的 斯坦随后见到了救命恩人 一个是名叫奥巴的老人家 一个是长相英俊 仪表不凡 举止得体大方 性格沉稳 时不时陷入沉思 展现男性魅力 由素水蒋老师配音的女性杀手 伍德鲁 他目前正在向老人奥巴学习射箭技术 另一个是名恋伍德鲁 但是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小小射手 切尔西 请不要小看这个14岁的小女孩 她人小鬼大 为了展现对伍德鲁的爱意 她可是很有行动力的 向他们道谢后 斯坦想要去赛因格 而伍德鲁想要去潘达利亚 切尔要到这两国都会经过一个叫做 杰诺斯的小镇 所以两人结伴 在这冰冷鸟无人烟的雪地里前进 到了目的地 双方要分到扬镳的时候 伍德鲁意味深长地鼓励斯坦 他认为斯坦即将会因为手上的剑 而走上一条改变自身命运的道路 他希望斯坦在逐渐变得强大的时候 也千万不要忘记帅子的真性情 这番话倒让迪姆鲁斯对伍德鲁充满好奇 于是迪姆鲁斯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喂 伍德鲁 你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然而伍德鲁只是郑重和斯坦道别 并且祝福彼此后会有期 当下斯坦和迪姆鲁斯都认为 伍德鲁应该不知道剑林的事 抵达了杰诺斯 只差一阵之隔就可以到达赛因格了 只不过斯坦可是偷渡过来的 根本就没有走程序 现在就缺了一本护照 被迫停留在杰诺斯 不要忘记哦 斯坦的脑回路跟正常人有很大的差别 他现在想着的不是去处理护照 而是在认真思考 哼 我要不要硬闯呢? 还好迪姆鲁斯立刻打消他的念头 要不然一定吃不消 等他回过神来 他的身边多了一个愁眉苦脸 但是看起来身手相当不凡的女战士 玛丽大姐 玛丽大姐可说是女子版的斯坦 双方的性格很相似 也许是性格相似的关系 两人很快就察觉到双方都有各自的烦恼 并且交流起来 从玛丽大姐的口中得知 她的好朋友目前被困在某个地方 不晓得该怎么办 满腔热血的斯坦一听 一定要拔刀相助才行啊 所以她连考虑都不用 就立刻决定要帮助玛丽大姐 我只能说玛丽大姐和斯坦这两个人超级幸运的 如果不是性格很像 他们早就被骗了 在玛丽大姐的带领下 斯坦来到了一座神殿 而玛丽大姐的朋友 鲁蒂就困在神坦中央 这名黑色短发的女孩 就是本作的女主角 有了斯坦的帮助 鲁蒂终于获救 意想不到的是 鲁蒂手中也有一把剑铃阿特维亚 狄木鲁斯和阿特维亚 两把剑铃有如老乡见老乡 既然鲁蒂已经得救 那么斯坦就要继续前往赛因格啦 然而鲁蒂心中自有盘算 对金钱相当执着 满怀心机的她仔细观察斯坦 很快就看穿了 斯坦是个头脑简单单纯的好人 简单来说就是好骗 加上她的手上还有一把剑铃 既然如此 怎么可以轻易让斯坦跑掉呢 不好好利用会遭天谴啊 鲁蒂开门 剑山就向斯坦购买手上的剑铃 毕竟剑铃的价值 她可是知道的 可是这个目标 很快就遭到斯坦掐灭 她不会卖掉迪姆鲁斯 好 既然如此 她就要把斯坦留在身边 之后再想办法把迪姆鲁斯透过来 于是她用话术开始夸起了斯坦 你的身手好好哦 又强大又可靠 你来当我们的保镖吧 哎呀 这的确把斯坦说得不好意思 但是明显奏效了 最后 斯坦暂时放下了成为骑士的目标 当起了这两名女士的保镖 路铁常年在江湖上打滚 多少有些名气 得 可惜是负面的 很快的 路铁的坏名声招来了很大的麻烦 就在斯坦和玛丽协助路铁处理好一些交易 啊 当然啦 路铁是不会告诉他们这些交易是非法的 才刚从旅馆走出来 他们三个人就被举报 遭到一群来自三英格的士兵包围 鲁体自然是做贼心虚 可怜的是不知情的斯坦和玛丽 还为鲁体辩驳 他不是个坏人 你们误会了 领队的士兵才不管这么多 你们都是同伙的 不要跟我讲废话 斯坦和鲁体有剑林在手 加上骁勇善战的玛丽 这群士兵只好认栽 就在这时 一个美少年挡在了他们的面前 令主角团惊讶的是 这名美少年手上竟然也有一把剑林 而且他相当自信 一一对三也不怯场 反而一脸鄙视 原本以为可以轻松逃离的斯坦 鲁体和玛丽 没想到会遭遇这么强大的对手 最后 这名美少年凭着自身高超的实力和华丽的剑技 轻松把这三个人按在地上摩擦 下一秒 他们三人锒铛入狱 说到入狱是什么感受 鲁体的表现是最正常的 不断大叫 放我出去 你们这般坏人 但是他也不得不面对现实 没有了阿特维亚 他什么都做不了 另外两个同伴的反应又是什么呢 脑回路不太正常的斯坦和玛丽 此时分别想着 哇 那个少年实在太厉害了 我要怎么做才能像他那样呢 这真是有趣呢 哦 一时间让鲁体雨塞 心里不免低估 哎哟 他怎么会合着两个怪咖组队呢 还好他们不用被关在牢里一辈子 那名美少年就把他们带到大殿审问 一辈子住在乡村的斯坦 哪有机会来到这个高大上的地方 一看到富丽堂皇的宫殿 立刻 哇哦 这就是皇宫呢 太棒了 一点紧张感也没有 直到审判官在国王面前列举他们犯下的罪行 第一条罪 斯坦擅自拿走了赛银格的迪姆鲁斯 第二条罪 鲁体从事非法交易 甚至没有经过允许闯入赛银格管辖的遗迹 第三条罪 他们在小镇和士兵打斗 造成骚乱 听到这里 原本没什么危机感的斯坦才冒起冷汗 哦 完蛋了 突然一名士兵闯入大殿 禀报国王斯特雷拉神殿遭到了攻击 这才让众人注意力转移 而一听到这里 国王的神色凝重了起来 在场的人都不明白为什么国王脸色这么难看 唯独其中一名叫做雨果的大臣当面说出国王的忧心 斯特雷拉神殿常有一个叫做神之眼的古代遗物 国王虽然吃惊 雨果怎么会知道神之眼的事情 然而当务之急 就是不可以让神之眼发生不测 所以只能派人前去查看 麻烦的是身边的武将都有各自的任务 短时间内回不来 听到这里 斯坦自告奋勇 请国王把这项任务交给他 他还把想成为骑士的梦想说出来 在场的官员当然是不同意啦 为你现在是阶下求 哪里有资格讨价还价 唯独雨果大臣力排众议 赞同斯坦的做法 为了说服在场的人 他向国王献祭 这群阶下求游着可以使用剑领的力量 不用白不用 他还提议他的儿子李昂 也就是那位美少年 可以带领这群人前去调查斯特雷拉神殿 保险起见 斯坦 鲁鲁和马力都要佩戴电子锁 只要他们意图不良就会被李昂电击 国王最终同意了雨果的计划 把任务交给了李昂 失去了人生自由 又不能赚钱 这对鲁鲁而言绝对是很大的噩梦 所以在取回剑领的时候 鲁鲁闹起了脾气 不过一听到雨果答应给他25万的酬金后 鲁鲁脸上的不满和愤怒 立刻化为专业又不失礼的笑容 还送给对方四个子 合作愉快 四人赶到了斯特雷拉神殿 解除了机关 到达藏有神之眼的密室后 发现里面除了有被破坏的痕迹外 还有一名被识化 叫做菲利亚的女祭司 一听到她的配音 我就知道是锦上洗酒纸老师 让我梦回当年我看我的女神的时候啊 解除识化的菲利亚告知他们真相 盗走神之眼的是神殿的最高祭司 格雷布姆 当时菲利亚曾力劝格雷布姆收手 格雷布姆反倒要招降菲利亚 菲利亚最后拒绝 格雷布姆看菲利亚成不了大气 就把她实化 神之眼也就被盗走了 格雷布姆盗走神之眼 菲利亚深深责怪自己施责 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 菲利亚也决定加入主角团 虽然里昂不同意 没有战斗力的菲利亚加入 但是还好有斯坦在一旁劝说 菲利亚才能跟他们一起冒险 事实上 菲利亚就是第四个 可以使用剑领的同伴 那她的剑领呢 就在主角团查到格雷布姆 已经出海到别的地方后 斯坦他们也雇了一艘船追击 面对情势越来越严峻 三把剑领建议他们 必须找到另一个剑领 恰好这个剑领就在海底 在三把剑领的帮助下 他们抵达了位于深海 叫做拉底斯洛的基地 果真找到了叫做 克雷蒙特的剑领 她选择了菲利亚 做她的遇见大师 随着菲利亚正式加入队伍 本作追逐神之眼的主线 正式开始 追逐神之眼 跑遍全世界的旅程 可说是相当漫长 而随着时间一长 相处久了 大家原本的个性就展露无遗 所以整个旅程 重复缺乏欢乐和吵闹 首先是在故事中 占据主导地位的四把剑领 和四位遇见大师 遇见大师对于剑领的认识 是基于对话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 剑领的真实样貌 身为旁观者的玩家 我们透过荧幕 则可以看到四位剑领 都是俊男美女 很扬眼 在一千年前 这个世界曾经爆发过 一场天与地的战争 而这四位剑领 在这场战争中扮演要职 有的是将军 有的是战地医官 有的是军师 他们为结束战争 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四位剑领和四位遇见大师的搭配 看起来很无厘头 但是他们的搭配又很有趣 第一组是老好人斯坦 和脾气暴躁的火之剑领 迪莫鲁斯 前者是一个乐天派 毫无心机 容易被人算计 温柔冲动 还有点天然呆的人 后者是一个成熟 世故 个性强硬 相对冷静 和说话比较直接的人 斯坦和迪姆鲁斯 是最常爆发争吵的 有时候斯坦犯傻 或天真幼稚 或天真幼稚的时候 迪姆鲁斯超不给脸 在所有人面前轰炸他 有时候斯坦觉得表现不错时 迪姆鲁斯就会泼他冷水 即便个性很难合 随时要打起来 但这两位都是忠肝义胆的人 所以就算吵架也不会到绝交的地步 第二组 贪财的女主角鲁蒂 和温柔贤淑的水之剑林阿特维亚 好 这一组是一个奇葩 就如我前面所说 鲁蒂是心机算尽 一提到前 眼睛就会射出光芒的人 阿特维亚则是成熟大方的淑女 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当鲁蒂在谋划一些 不怀好意的事情时 阿特维亚很快就看穿她 苦口婆心地劝她收手 不要太过分哦 鲁蒂 即便如此 鲁蒂和阿特维亚依然相处得很融洽 最主要的原因是 阿特维亚从鲁蒂小时 就一直看着她长大 她知道鲁蒂对金钱异常执着的原因 原来鲁蒂来自孤儿院 是孤儿院的大姐大 如果只靠着孤儿院的修女来赚钱 那日子一定会过得很苦 所以为了孤儿院的那群小孩子 年龄最大的鲁蒂就扛起了一家自主的工作 为生活奔波 走上了赚快钱的路也是非不得已的 阿特维亚就是知道鲁蒂的坎坷 所以她才以姐姐的身份 在背后一直守望着鲁蒂 第三组 傲娇男李昂和柔弱的土之剑林 查蒂尔 这一组蛮像抖X和抖M的组合 凶狠又不尽人情的李昂负责发号施令 查蒂尔就会乖乖遵守 不敢违抗李昂的命令 在剑林当中呢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查蒂尔的 他最喜欢叫李昂小少爷 不知道为什么 我每次听都会觉得很可爱 那除了斯坦外 其他人都会觉得李昂超难相处 就只有查蒂尔知道李昂是一个不善社交的人 他也知道李昂的弱点就是一位叫做玛丽安的女仆 所以有时候也会透过玛丽安来调侃李昂 让李昂难为情 查蒂尔和李昂个性南辕北侧 但是彼此都有辛苦的过去 李昂和父亲雨果的关系很差 只能说雨果是那种有毒的父亲 李昂从小到大就一直在承受雨果的冷暴力 李昂从来没有在父亲的身上感受到父爱 所以李昂在很小的时候就懂得靠自己 甚至不惜改名换性也不想要跟父亲有任何的关联 这一切查蒂尔都看在眼里 所以他正在帮助李昂摆脱他的父亲 而查蒂尔在遇到李昂前是一把用来处决犯人的剑 生性善良的他不想要一直在杀人 所以两人的过往经验使得他们更懂得珍惜彼此 对对方不离不弃 第四组美少女菲利亚和博学的光之剑林 同时也是一名大叔的克雷蒙特 这一组最大的特色就是老少佩啦 大家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剑林是如何挑选预见大师的 会不会有一些特殊的SOP 答案是没有 每个剑林挑选预见大师都是随机的 克雷蒙特会挑选菲利亚成为他的预见大师 就是因为他很喜欢年轻的小妹妹 yes 理由就是这么简单 菲利亚有点自卑 克雷蒙特就像一名导师指导他战斗的要领 这俩人对历史地理有相当的涉猎 在队伍中通常都担任历史讲解缘 除了这点 他们最相似的地方是他们的体贴 就如我刚刚所说 菲利亚不是一个自信的人 除了有克雷蒙特在旁指导外 斯坦在他一入队就不断地鼓励他 久而久之呢 菲利亚对斯坦见深爱意 这一点就被克雷蒙特发现了 克雷蒙特想要成人之美 会在必要的时刻用力推菲利亚一把 然而当菲利亚知道斯坦对他只是占有情意 就把这份情感默默藏在心中 只当个朋友不打扰斯坦 撇除掉预见大师和见灵 身为协力者的玛丽大姐 在整个队伍当中看起来很普通 然而当问起他的身世时 他只会皱眉 想不起自己的过去 这让大家感到好奇 两年前 鲁蒙特发现他的时候 他只是孤单地在路上 出于好心 鲁蒙特就把玛丽带回家照顾 当然 也不排除鲁蒙特只是想要一个可靠又强力的帮手了 关于玛丽的记忆 维尔的线索是 下棋雪时 玛丽会失神 对雪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另一个是 自玛丽有记忆以来 身上就带着一把刻有DV的短剑 虽然不明白这把剑到底是什么来头 但是玛丽大姐的直觉告诉他 这是一把非常重要的剑 旅行期间 斯坦和李昂的友情也有改善 李昂冷漠高傲的个性 让大多数的人选择离他远一点 然而斯坦从来没有自觉现在的他是一个阶下囚 总是一副好朋友似的跟李昂交谈 加上斯坦还摆出一副没有自知之明的汉样说出 我们不是好朋友吗 这对习惯独自行动的李昂而言实在困扰 认为这个人 是有病吗 直到有一次 大家被一群怪物围攻 李昂不小心露出破绽 斯坦想都不想挡在李昂面前 惨遭怪物实话 这让李昂大受刺激 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白痴要这样子做 虽然当下他可以舍弃斯坦 继续追捕格雷布姆 其他同伴也觉得李昂一定会做出无情无义的选择 但是李昂最后选择留下来去搬救兵解决危机 经过这一次 李昂一副高高在上的态度不变 但是他心底知道 这些同伴都是好人 尤其是斯坦 因此后来斯坦和鲁提不小心掉入深渊时 他毫不犹豫找工具把他们救出来 单纯好骗的男主角斯坦 和世故狡猾的女主角鲁提 看起来差异最大 但是同时也是最互补的一对 斯坦曾经为了保护鲁提而挺身而出 这影响了鲁提 明白到再怎么爱钱也要爱自己 只能说斯坦这种温柔待人的暖男特质 让鲁提不再把他视为头脑简单的傻瓜来看待 由于鲁雷不母在世界各地兴风作浪 在当地造成很大的动乱 因此旅程中除了主角团外 也有各地的协力者加入他们 这些协力者分成两组 一组是雨果安排在当地提供情报和协助的人 这些人是巴鲁克先生和爱玲女士 在追捕鲁雷不母的途中 主角团身陷怪物围困 巴鲁克先生知道后立即率人马前来搭救 也是巴鲁克先生让鲁雷明白到 就算成功达成目标 但是如果牺牲了很多人 那一切是没有意义的 更何况救人不需要理由 鲁雷才意识到同伴和团队的重要性 第二位 爱玲女士 一个让斯坦萌生好感的成熟女子 爱玲女士不但长得漂亮 业务能力也很强 后来还成为了小镇的镇长 把小镇的经济带到高峰 然而资本的涌入造就了当地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 不管是面对富人还是穷人 爱玲始终保持公平 甚至积极消除贫富的对立 作为一名镇长 她也相当尽责 面对格雷不母带来的威胁 她没有退缩逃跑 甚至为了保护孩童 不考虑自身的危险而站在怪物的面前 爱玲的种种行为完全符合了斯坦心目中对好人的想象 爱玲也看得出斯坦是在这世间难能可贵的好人 所以也对斯坦产生好感 双方诉说自己的理想都是想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并且相约在未来的某一天再相聚 再聊一聊他们的理想是否实现了 接下来的两位就是会加入主角团的当地协力者 第一个是不穿上衣 喜欢露出结实肌肉 爱好健身的猛男 孔曼 问你们一个问题 看这张图你猜得出来孔曼的真实年龄吗? 给你们三秒 你猜到了吗? 答案是39岁 你有没有意想不到呢? 我当时查资料的时候就被这年龄炸到 我完全想象不到他快要40岁了耶 是主角团中最年长的角色 我最初还以为他20以上 好吧 这证明了健身可以延缓衰老 我要好好向他看起 这种人太自律了 孔曼本身是没什么价值的人 虽然偶尔会有点犯傻 但是秉持着锄强扶弱的精神 当地的人对孔曼甚是爱戴 当格雷不母率领的魔物入侵小镇时 孔曼立马和主角团们联手对抗敌人 孔曼对菲利亚可谓是一见钟情 对菲利亚献殷勤 甚至还为此和斯坦大打出手 可惜的是菲利亚心有所属 这可让肌肉猛男的心碎了一地 下一位 明明是领主却更想当一名街头艺人 为很多人带来欢乐的强尼 从造型来看 他的头上戴有两条长长淋雨的帽子 首拿鲁特勤作战 加上他的服装 整体造型就是突出一个异国风情 拿着一把鲁特勤的他看起来很弱 但是他意外的很强 歌声不只有穿透力可以重伤敌人 他还能透过歌声恢复同伴的HP 为队友上buff 玩世不公的墙里总是给人一种 他只重视玩乐的错觉 事实上 当他得知好友被卷入格雷不母造成的骚乱后 他什么话也不说就去救人了 非常可靠 即使斯坦他们在追捕格雷不母的路上 得到了这些协力者的帮助 但无奈 格雷不母就像一条泥丘 不是比他晚 就是在快要抓到他的时候 啊 又让他溜了 而且透过几次和格雷不母交手 斯坦他们也领教到 神之眼是一个强大的能量晶体 里头蕴含着近乎无限的力量 还可以召唤怪物 这就给逮捕格雷不母的工作难上加难 这场追逐战就一路延续到被冰雪覆盖的国度 潘达利亚 一踏入潘达利亚 眼前所见竟是死在路上的潘国军队和伤者 原来格雷不母又早了一步 他杀了潘国的国王 让叛乱分子掌管了潘国 潘国的储君至今逃亡在外 现在的潘国有两股势力 一个是宝皇派 另一个是叛乱分子 斯坦他们自然是不会站在格雷不母 也就是叛乱分子那边的 恰好 斯坦他们撞见了之前救过他的奥巴老人家 老人家一看到斯坦 立刻请求斯坦去救被追杀的伍德鲁和切尔西 因为伍德鲁正是潘达利亚的储君 幸好斯坦在伍德鲁和切尔西差点被围剿前 营救成功 再次见到熟人 伍德鲁非常感激斯坦他们 也不再隐瞒他确实听到剑林的对话 只不过他并非遇见大师 他的父亲爱萨克国王才是遇见大师 现在他的父亲已经死了 风之剑林伊提诺斯恐怕已经落入格雷不母的手上 身为储君的伍德鲁依然难以相信所发生的一切 更让他疑惑的是 为什么被称为明君的父王 竟然会遭到部分盘国人的厌恶 他陷入自责 怪自己并没有扮演好储君的角色 还怀疑像他这种失职的王子 他真的可以成为被众人倚靠的君王吗 眼下当务之急是和斯坦他们联手 打倒以格雷不母为首的叛乱分子 不过正大光明去挑战叛乱的士兵 是很愚蠢又没效率的 最保险的方式就是潜入攀国的皇宫 逮捕格雷不母 因此他们只好一边收集情报 一边往皇宫的方向前进 自从踏入攀国 看到雪的玛丽有些异样 她的脑海突然想起一名男子跟她说过的话 这个下雪的国度既让玛丽感到怀念 却又让她感到恐惧 直到他们来到一座小镇后 没想到这座小镇的人竟然认识玛丽 对她的态度很友好 还关心她这段期间她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一直都不回来呢 他们还以为玛丽死了 这让主角团感到惊讶 就在此时 一名叫做达利时的长官突然过来 他和玛丽四目相接 他很惊讶玛丽还活着 他不等玛丽说话 就向小镇的人说 这不是和他们并肩作战的玛丽 还叫玛丽他们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看着眼前的男人 玛丽的心颤动了 这男人好熟悉 然而他越是想要知道 这个男人对他而言是什么 他的头痛就越发剧烈 难得这里是玛丽生活过的地方 斯坦他们是不会轻易离开的 好歹也要帮助玛丽 最后他们从小镇里打探到玛丽的家 一伙人就去了那里 看起来很平常的房子 究竟隐藏了什么呢 玛丽一进到房内 很熟悉地走到她生活过的角落 她想起那个男人说 花盆上的那些花代表着珍贵的回忆 她想起那个男人说 我想吃到你煮的饭 所以我就早点回来了 她想起她和那个男人 互相依偎在壁炉前取暖 她想起他们一起被逼入绝境 那个男人叫她快逃 这些破碎的记忆就像电流 刺激着玛丽的大脑 直到她把所有破碎的记忆 一片一片地拼回来 恢复记忆的玛丽也把她的经历说了出来 原来玛丽大姐是一名人妻 顺带一提 玛丽大姐是传奇系列当中 第一个以人妻身份登场的可操控角色 她的丈夫就是先前出现的那名男子 达利斯 玛丽身上的短剑 刻着的DV2字 就是达利斯的权名 达利斯是一名充满理想的人 用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 达利斯就是一名民主人士 他认为权力必须是每个潘达利亚的人民所拥有的 而不是只集中在国王手上 他的观点很快就吸引了一批忠实者 后来还成为了一股相当强大的势力 叫做自由军 民主和专制是敌对的 当时的国王也就是伍德鲁的父亲艾萨克 当然不想要成为末代君王 因为这会对不起列祖列宗嘛 所以就对这批势力展开围剿 这场行动 国王艾萨克占有绝对的上风 自由军会不成军 达利斯和玛丽也被士兵追捕到悬崖处 为了让玛丽逃走 达利斯豪赌一把 把玛丽推下山 结果是玛丽得救 但失去了记忆 而达利斯则被囚禁两年 直到格雷不母的出现 艾萨克国王死了 达利斯被释放 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叛军的领袖 虽然玛丽取回记忆 本来是一件开心的事 然而同伴们也开始担心 这将会成为一个卫豹蛋 由于自由军的事情 玛丽和伍德鲁的立场变得有些微妙 假如玛丽最后选择加入达利斯 那么斯坦他们就一定要面对 玛丽变成敌人的事实 伍德鲁在听了玛丽的故事后 内心相当复杂 这一切开始让他思考 他要怎么面对王位 他真的要跟他的父亲一样吗 众人在没有惊动叛军的情况下 他潜入了皇宫 正面和达利斯对峙 只不过达利斯嘴皮很硬 拒绝回答玛丽的任何问题 夫妻也只好打了起来 打倒他后 玛丽无比难过 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面对玛丽的眼泪 达利斯也感到无奈 他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只是他也中了格雷不母的圈套 无论如何 他是不能洗刷掉叛国的罪行了 现在他能做的 就是承担下所有的罪名 让那些所谓的叛乱分子 实际上是向往民主生活的士兵 免受责罚 迎接达利斯的最终命运 就是被处死 伍德鲁拿出剑 向达利斯走去 他最后没有杀死达利斯 经历了这些事情 他有所觉悟 他决定选择和他父亲截然不同的道路 等到达利斯恢复健康后 他会招募达利斯 他希望达利斯会和他一同带领国家走向繁荣 达利斯也接受了这个提议 玛丽大姐也决定在这个时候离开队伍 现在的他不是战士 而是达利斯的妻子 他再也不想和达利斯分开 玛丽虽然是戴罪之身 不过李扬也决定成人之美 玛丽大姐得到大家的祝福 搀扶爱人回家 斯坦他们一定要阻止格雷布姆 他们杀到了皇宫的钟楼 格雷布姆和神之眼就在那里 格雷布姆也不把他们当一回事 透过神之眼召唤了一头龙 手持风之剑林来对抗众人 然而格雷布姆低估了主角团 就算他再加上一头龙 终究也打不过日渐变得强大的斯坦等人 不过他可没打算收手 他采取了更疯狂的举动 强行从神之眼当中抽取力量 灌入伊提诺斯 试图透过这种方式来强化本人 还好他疯狂的计划没有如愿 风之剑林遭到损毁 陷入休眠状态 神之眼的力量也榨干了格雷布姆的生命 李昂去检查他的状况时 格雷布姆已经奄奄一息 还说着现在那个人恐怕已经得到他想要的一切了 这话一说完他就死了 李昂却听得一头雾水 眼前巨大的蓝色晶体很梦幻 像是一个艺术品 然而也就是这个神之眼给人们带来了灾难 斯坦认为如果没有这个神之眼 世界会太平很多 他提议毁了神之眼 却遭到剑林们泼塌冷水 因为在一千年前 剑林们尝试过破坏神之眼 可是没有成功 所以他们才会把神之眼藏起来 虽然如此 斯坦的提议还是打动了鲁体 李昂 菲利亚和乌德鲁 遇见大使们还是愿意一试 结果是 他们累得满身大汗 神之眼都没有出现一丝的裂痕 算了放弃 他们只好按照原定的计划 把神之眼运送回赛因格 虽然他们破坏不了神之眼 诶 但往好处想 他们是圆满完成任务啊 原本是戴罪之身的斯坦 和鲁体因为成功完成任务 洗涮了所有的罪名 赛因格国王也看上了斯坦的能力 想要招募他成为骑士 只不过斯坦经历了这么多的冒险 在世界各地认识了新的朋友 从一个小镇男孩 蜕变成一名战士 眼界大开的他 突然间觉得成为骑士的这个梦想 变得很陌生 他拒绝了国王的好意 他接下来会回家乡一趟 之后再继续去旅行 由于狄姆鲁斯不是斯坦的所有物 所以国王还是要求他归还 至于神之眼这种强大的遗物 赛因格国王和刚刚即位 成为潘达利亚国王的伍德鲁 双方协定把神之眼密藏起来 两国分别派人去把守 离别前斯坦和迪姆鲁斯 菲利亚 伍德鲁 切尔西互相感谢 因为有彼此 他们才能一起成长 也祝福彼此未来再相见 虽然里昂还是老样子 受不了斯坦的初心大意和单纯 不过在面对斯坦想要和他握手道别时 他还是勉强伸出了手 认可了这名视他为朋友的斯坦 鲁蒂受不了这种分离的场面 所以他早就躲了起来 最后还是被斯坦找到 可以说这场旅程最大的赢家就是鲁蒂啦 因为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拥有25万的富婆啊 斯坦打算之后去找鲁蒂 当下鲁蒂立刻以 不行不能不可以来拒绝斯坦 鲁蒂很罕见的把他的家境告诉了斯坦 因为要养育孤儿院他才必须那么拼 他也坦白跟斯坦的旅程过得很快乐 斯坦对他而言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诶这算是变相告白吗 那这份尴尬很快就被鲁蒂用玩笑话带过 头脑简单的斯坦一副不明所以 最后两人相识一笑 好好的道别 这场横跨世界的旅程结束了 同伴们返回各自的岗位 菲利亚回到了神殿继续他的修行 伍德鲁正式登基成为潘达利亚的国王 努力把分裂的国民团结起来 小妹妹切尔西也会在一旁辅助他 玛丽大姐带着达利斯回到两人的家 这一次没有人来打扰他们 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彼此 孔曼一如既往在斗技场大显威风 掌声鲜花都不少受到人们的爱戴 乔尼的歌声依旧流淌在大街上 不过一要找他做出众活他就溜了 里昂完成了相当漫长又不容易的任务 总算可以回家和自己最重视的玛丽安一起过日子 鲁蒂回到了孤儿院 迎接他的是他最重视的家人 成了富婆的他 金盆洗手不再做那些非法的勾当 斯坦最后也回到了家乡 免不了被家人一顿臭骂当初不辞而别 但是家人依然欢迎他回来 至此宿命传奇的欢乐故事到这里就正式结束了 接下来幕后黑手即将出现 而斯坦他们必须面对远比格雷不母还凶险的敌人 我们先让斯坦休息一下 暂时切换到里昂的视角来看故事 因为里昂是开启新篇章最重要的人 自找回神之眼后已经过了三个月 然而和斯坦他们的冒险之旅 已经深深刻在里昂的心里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喜欢独来独往的他竟然会收获友情 有时候甚至会在玛丽安面前说 那个斯坦又怎样又那样 即使抱怨的成分很多 玛丽安也感受得到 里昂口中的那位斯坦改变了里昂 现在的里昂很有人情味 除了收获意想不到的友情 里昂在这趟旅程中还见到了他的亲生姐姐 可以说当初会遇到斯坦他们 就是因为他要去见一见他的姐姐 诶是谁呢? 聪明的观众应该可以从人物的发色中猜得到 鲁蒂就是里昂的姐姐 只不过鲁蒂并不知道这件事情 这个家庭在很久以前就因为一场意外而粉碎 当时候的鲁蒂还小 后来在孤儿院长大的他对这些事已经没有记忆了 目前就只有里昂 查蒂尔和里昂的父亲余果 知道鲁蒂是他们的亲人 虽然里昂和鲁蒂在刚开始组队冒险时 互相不爽对方 即使两人的情谊在旅程中有得到和缓 但这两姐弟对彼此都保有距离 里昂起初有打算告诉鲁蒂他的身份 然而在得知鲁蒂已经有了孤儿院的家庭 再加上他们的关系也没有真的很好 所以里昂就把这个秘密藏了起来 不打扰鲁蒂就是对鲁蒂最好的祝福 里昂追回神之眼立了大功 国王必然会给他赏赐 甚至加官进爵 那么他就可以带着玛丽安彻底摆脱雨果 自立门户 从此过上好日子啊 很遗憾的是 里昂的美梦即将变成噩梦 这天 里昂接待了新的任务 第一个任务是给两个士兵进行评鉴 然后挑选一个成为队长 这两个士兵一个叫威尔 另一个叫乔布斯 有意思的是 这两名士兵的性格就好像是里昂和斯坦 所以在观察他们的时候 里昂总会不自觉地想起他跟斯坦的冒险 完成任务向将军汇报 里昂就要选择到底哪一个人可以胜任队长的职位 在里昂眼里 这两位士兵的能力都很优秀 不过只能选一个 所以我就代替里昂推荐跟里昂比较相似的 威尔 一处理完这件事 他又接到任务去斩杀魔物 总之忙完了所有的事情后 已经是大半夜了 而这一夜将会是里昂最漫长的一夜 里昂拖着疲惫身躯打开家门 家里没有人的迹象立刻让他起疑 他赶快寻找玛丽安 想要确定玛丽安的现况 就在这个时候 一群披着黑色斗篷 看起来就像是邪教组织的人突然出现拦住了里昂 一听到斗篷里的人说话 里昂就知道那是他的父亲 于果 还有之前协助过他们的巴鲁克先生和爱玲女士 当下的里昂以为这些人是在玩cosplay吗 然而于果接下来就要求里昂去把三英格的飞龙艇抢过来 而且不容反抗 里昂本想拒绝 但是于果一动手就把他打倒在地 还把里昂最重视的玛丽安捉起来 不从的话就把玛丽安杀掉 看到玛丽安被囚禁 即使再怎么愤怒 无计可施的里昂只好咬牙照做 察觉到事态不对劲的查蒂尔 不断要里昂赶快去找斯坦 露蒂或者是菲利亚来帮忙 然而里昂的脑袋里只有玛丽安的安危 即使查蒂尔的建议是对的 他都不可以拿玛丽安的性命来冒险 查蒂尔的建议就被他拒绝了 凭着他的身手 里昂很轻松潜入飞龙艇 突然有一个士兵认出了里昂 这位士兵就是刚刚升格为队长的威尔 他还向里昂道谢 只是他没想到 里昂无论如何都要硬闯驾驶室 镜中职守的威尔当然不允许 拔刀向着里昂 想都知道他怎么挡得住里昂呢 声光不到一天就死在里昂的手上 杀死你刚刚提拔的人是什么滋味 里昂绝对清楚 但是他没得选择 里昂开着飞龙艇和雨果他们会合 糟糕的是 里昂原本以为雨果会放人 但他还是太天真了 雨果又在威胁里昂去执行下一个任务 而这一个任务更可怕 就是要去偷取神之眼 到了这个地步 查蒂尔意识到这件事情已经相当严重 想要告知里昂关于神之眼的一切 但一新问了救玛丽昂 里昂早就慌了 要查蒂尔闭嘴 查蒂尔只能眼睁睁看着里昂踏上一条不归路 里昂成功找到了神之眼 还干掉守卫 最后把神之眼交给雨果 想当然 雨果还是不放人 既然雨果不遵守约定 忍无可忍的里昂和查蒂尔决定去杀掉他 令他们吃惊的是 雨果手上竟然有一把暗黑剑铃 而且实力强大 轻敌的里昂吃了败仗 事到如今 里昂感到很无助 第一次感受到靠自己也无法解决问题 他心灰意冷 最终为了玛丽昂的安全 他只能对雨果的安排逆来顺受 哪怕事态已无可挽救 查蒂尔也依然默默陪伴里昂 就算被千夫所指 他们也会一起去面对这噩梦般的绝境 原本打算回家乡休息后 在继续旅行的斯坦 在家啃老啃了三个月 一直到菲利亚携带狄默默斯 和三银格国王的密令来找斯坦 斯坦才没继续过啃老的日子 重新踏上冒险之路 前去三银格的路上 之前的伙伴 孔曼 玛丽 伍德鲁和切尔西 也出于想要帮忙的心态 而一个个的入队 已经金盆洗手的路体 一看到大家都聚集在一起 觉得不对劲 所以也再次加入队伍 来到皇宫 众人知道了神之眼和飞龙艇 被盗窃的事情 更令大家惊讶的是 偷盗者竟然是李昂 这种事情大家是无法相信的 尤其是斯坦 李昂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情呢 然而铁一般的证据 让大家无法为李昂辩驳 从国王那里得到情报 位于东北方的一座小岛上 有一座废弃的工厂 鱼果和李昂应该会在那里 斯坦他们怀着不安的心前去探查 到了那里 这家早就废弃的工厂 竟然有人活动的迹象 此时大家的心情逐渐沉重起来 直到在工厂接近海底的洞穴 遇见了李昂还有鱼果等人 可怕的预感成真了 大家怎么也没想到一直和他们并肩作战的李昂成了罪犯 鱼果也告诉众人 当初格雷不母偷走神之眼的事情是他一手推动的 格雷不母只是他计划的其中一个棋子 看着不说话的李昂 斯坦还是抱持着一线的希望 认为李昂只是在当卧底 在紧要时刻一定会倒戈站在他们这边 将他的邪恶父亲绳之余法 直到李昂拿出查蒂尔对准斯坦一行人 斯坦的美好念想正式破灭 剑林伙伴们也不断呼唤查蒂尔 但是都得不到回应 事实上 李昂和查蒂尔为了救玛利安 不管同伴们的感想如何 他们也决定要把路走到黑 斯坦一行人和李昂爆发了战斗 面对李昂的强势压制 众人应付得很实力 然而李昂再怎么强大 实力有所成长的伙伴 凭着坚韧的毅力 最后还是战胜了李昂 看着倒下的李昂 大家没有打倒强敌的成就感 只是感到难过 李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查蒂尔这时才把所有的真相告诉大家 身负重伤的李昂依然富于顽抗 为了玛利安 他绝对不会让斯坦他们过去 李昂就像受了伤的猛兽挥动他的力爪 没有人敢靠近 只有斯坦毫无畏惧 走近他的朋友 反问李昂为什么要一个人承担那么多 为什么选择一个人受伤也不找朋友帮忙 朋友不是应该互相扶持的吗 斯坦真诚的话语敲醒了李昂 让李昂冷静下来 李昂真的没想到即使他做了那么多事 斯坦依然把他当成好友 那一刻李昂终于放下手中的剑和同伴们和好 然而坏事接连发生 他们所处的海底洞穴发生大规模的震动 再过不久 整个洞穴就会坍塌 糟糕的是 回去的路已经被落实截断 关键时刻 李昂发现到可以逃命的升降梯 他先催促大家赶紧上去 而他一个人走到控制台前 他明白到必须要有人留下来启动升降梯 否则大家一定会死 在和同伴们告别前 他不想隐瞒露梯 他把自己的身份告诉露梯 这让露梯大为震惊 他还把阻止雨果的使命交给了斯坦 他知道斯坦一定会肩负起来这个重任 在大家还来不及采取行动前 他启动了升降梯 李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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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こも間もなく水に飲まれる 付き合わせてすまないな シャル どこまでもお供しますよ 僕のマスターは坊ちゃんです え? 這就好了嗎 瑪莉安 是的 里昂就这样葬身在海底 斯坦他们损失了一名很珍贵的队友 知道里昂是自己的亲弟弟后 露体浑身贪婪跪坐在地上 他无法相信这一切 至于斯坦 他怎样都不肯相信里昂已经死了 还想下去找人 直到伍德鲁大声斥责 斯坦才稍微冷静一点 为了逃命 众人搭载了艇靠在附近的飞龙艇离开 然而坏事接踵而来 从大海底下慢慢升起很多建筑 还有一个巨型的雨伞 一直飞向外太空 看到眼前的景象 剑灵们当下就明白了 格雷不母跑遍全世界的目的 是为了给深埋海底的建筑提供能量 现在时机已到 如果用神之眼来复活 一千年前天地战争中的空中都市 也就是那把巨型雨伞 还没等其他人反应过来 空中都市的底部 一个叫做贝尔克兰的机器 发射一道光束 摧毁并吸收地表的能量 接着以空中都市为中心 把收集而来的能量辐射出去 对整个星球形成一个地壳包围网 天空的异象让大家看得傻眼 除了斯坦 斯坦心中的怒火再也压不住了 为了替利昂报仇 他鲁莽地开着整艘飞龙艇冲向空中都市 还没靠近 飞龙艇的系统就遭到干扰 自由落体 还好飞龙艇的结构很结实 从高空摔下来也没有解体 机舱里的大家只是被震晕而已 不过暂时不能飞行了 在剑林们的解释下 大家才终于明白 一千年前天地战争不是传说 而是真实的历史 在一千年前 这个世界的居民发现了神之眼 这个蕴含强大能量的晶体 透过神之眼 他们创造了漂浮在星球上的空中都市 有一大批人就移民到天上 成为了天上人 留下来的就是地上人 原本这两个族群生活得好好的 然而人在高处 很多事情在眼里都会变得很渺小 久而久之 天上人就认为他们比地上人更优越 认为地上人就是低贱 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大 最后爆发了天地战争 迪摩鲁斯他们就是那个时候和天上人战斗的先锋 这场战争最后是由地上人夺得胜利 一部分的天上人逃到了地上 继续苟活 战争结束后 迪摩鲁斯他们发现摧毁不了作为动力员的神之眼 只好把他藏起来 也决定不要留下任何历史记录 避免野心之人再次利用神之眼 失去了神之眼 空中都市也就从空中坠落 沉到了海底 直到今日再次出现在大家的眼前 就算知道了真相 然而在经历了李昂的死 还有天变异象后 大家在当下实在振作不起来 而这个时候 如果突然对全世界的人来了个总统式的宣言 简单来说 他的宣言有两个重点 第一 就是要报一千年前天上人输给地上人的仇 第二 作为天上人后裔的雨果 决心创造出新的世界 夺走地上人的光明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使用空中都市的贝尔克兰发射能量光束 吸收地上的能源 生成地壳包围星球 来回几次 直到生成的外部地壳 把整个星球笼罩起来 到那个时候 星球内的地上人就不会再看到太阳 在能源被贝尔克兰榨干的情况下 地上人最后就会迎来绝种的命运 全世界的人一看到天空的异象 和听到这种发言 无不感到无力和绝望 也就只有斯坦 在这种情势相当恶劣时 还依然保持着一片热血 他对着天空大喊 斯坦这看起来没有意义的呐喊 却恰恰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如果说一千年前的迪姆鲁斯 他们是作为将领级别的人 在战场上和敌人厮杀 那么在后面指挥一切的人 想必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 这个人就是千年前 天地战争的总司令 雷克 听到斯坦的呐喊 雷克透过建连克雷蒙特 召集大家 前往位于海底的要塞 拉迪斯洛 来到拉迪斯洛 见到雷克 原来真正的雷克 早在一千年前就死了 如今和他们通讯的是 雷克留下来的立体影像 这个影像完全复制了 雷克的性格和智慧 在雷克的说明下 大家也终于有了方向 也就是讨伐 位于空中都市的雨果 为了飞向空中都市 他们首要任务 就是恢复 拉迪斯洛真正的功能 拉迪斯洛其实不是一个要塞 而是千年前 用来承载战士们的飞空艇 在准备的当下 大家也终于有时间 去消化李昂的死 知道了李昂为了玛丽安而走向绝境 同伴们谅解他 但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而知道李昂是自己弟弟的鲁蒂 恢复了以往的个性 在大家的面前嘻嘻哈哈 这倒是让大家觉得不对劲 直到斯坦和鲁蒂独处时 鲁蒂才坦白他的复杂心理 鲁蒂本来就忘记了小时候的事情 现在的他已经有了属于他的家庭 孤儿院的孩子和修女都是他的家人 面对李昂突然无预警地宣布 他是自己的弟弟 如果是他父亲的真相 他更多的是愤怒 为什么李昂要破坏他的生活 而且旅途上李昂对自己又很恶劣 从来没有给过好脸色 他也不明白斯坦会这么悲伤 然而和李昂的血缘的关系 终究还是让他流下了眼泪 冷静下来的斯坦也不再执着于为李昂报仇 还为飞龙挺的鲁莽行为向大家道歉 准备就绪后 拉迪斯洛正式起飞 往空中都市飞去 敌人当然可不是傻子 在拉迪斯洛快要靠近的时候 一只巨型飞龙立刻朝拉迪斯洛扑来 火烧飞船 拉迪斯洛只能紧急降落到地壳上 还没正式开战就挨了一击 非常不吉利 但是雷克很快就召集众人商量好对策 第一 由于拉迪斯洛的飞行工人遭到破坏不能起飞 外面的飞龙还在伺机攻击 所以拉迪斯洛立刻展开防御屏障 抵挡飞龙 第二 除了位于中央的空中都市 地壳四周为建有特殊的建筑 这些建筑是空中都市的重要设施 雷克认为飞龙的控制权就是在这些设施中 此外 为了打倒雨果他们必须恢复风之剑领伊提诺斯的性能 这些设施就有着可以恢复剑领的机器 所以斯坦等人必须攻略这些设施 第三 就算他们摧毁了飞龙恢复伊提诺斯 空中都市周围有着防御屏障 要突破是不能的 所以雷克会在斯坦他们展开行动时 解析并破解空中都市的屏障 第四 他们的行动必须要快 因为贝尔克兰只要再发射一次能量光束 吸收能源 地壳将会完全包覆星球 为了阻止这场浩劫 众人踏上地壳 以时间赛跑 敌人也早就在设施中部署防御 大家先后遭遇到了曾经协助过他们的巴鲁克先生 和爱玲女士 原来巴鲁克先生和爱玲女士都是天上人的后裔 他们是真的相信如果可以建立一个新的 更美好的世界 即使这个世界是以全体地上人的生命为代价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依靠着天上人的科技 巴鲁克和爱玲即使在没有同伴的情况下 依然可以和斯坦他们打得有来有回 但是他们最终还是难抵主角团的实力 巴鲁克战死 而爱玲在战败后 想起了他和斯坦的约定 他发现斯坦一如既往真诚 曾经他多么希望改变糟糕的现实 然而他无论怎么努力 现实依旧那么烂 这彻底击垮了他 他才选择了和雨果同流合污 心灰意冷的爱玲在斯坦面前从地壳一跃而下 曾经协助他们的巴鲁克先生和爱玲女士 成为了他们的敌人 还死了 这让斯坦陷入了短暂的迷茫 还好鲁蒂在一旁开导他 让他明白他的目标是为他在乎的人而战 斯坦才驱散了内心的迷茫 重新振作起来 他们的任务进行得很顺利 不只是摧毁了飞龙 还修复好风支剑林伊提诺斯 伊提诺斯和伍德鲁就没有像其他的遇见大师和剑林 有很大的反差 伊提诺斯和伍德鲁在性格上很相似 都是沉着冷静的人 所以两人在战斗时配合得天衣无缝 任务达成外 众人还解救了玛丽安 由于不想伤害玛丽安 斯坦决定撒一个善意的谎言 说里安目前还在忙着别的任务 让玛丽安放心 而斯坦也从玛丽安口中得知了 里安把他当作同伴 这件事情给斯坦很大的安慰 当大家目送玛丽安搭乘逃生舱离开时 恰好 雷克他们已经完成解析 和成功破解了围绕在空中都市的防御屏障 大家一鼓作气搭乘小型飞机 利用剑林的力量打破了屏障 顺利冲进了空中都市 和雨果对峙时 他丝毫不担心自己会败北 还当着大家的面前嘲笑里昂的脆弱 言语间根本感受不到这个人把里昂当成自己的孩子 他手中的剑林贝色流失 也让剑林们感到震惊 因为贝色流失早在天地战争中遭到破坏 并且已经遗失了 没想到最后却落入了雨果的手中 众人随机和他展开对决 在雨果强烈的猛攻下 主角团还是挺住了 并且将他一军 然而开心不了多久 雨果又满血复活 站了起来 此时斯坦隐约察觉到眼前的雨果 有一种说不出的怪 从他的身上感受不到人心的慈悲 那种蔑视他人 罔顾他人性命 高高在上的态度 就像一个残忍的恶魔 就在这时 雨果的口音变了 证实了斯坦的猜测是对的 接着雨果和贝色流失合而为一 变成了另一个人 而这个人的出现 让所有的剑林感到无比震惊 因为眼前这个人是一千年前 他们对抗的大魔头 同时也是天上人的帝王 米特兰 他为什么会复活呢 这就要说到一千年前的天地战争 当时遇见大师贝色流失 在和米特兰战斗的时候 贝色流失本人不幸被杀死了 而且剑林也遭到破坏 米特兰在当时看到天上人大势已去 所以他孤注一掷 舍弃掉自己的肉体 把灵魂注入贝色流失的剑林 一直活在历史的长河中 直到被雨果拿到 他才有机会重返世界 要重建他的天上帝国 此时 贝尔克兰即将发射最后一次能量光束 为了阻止米特兰 大家只能拼了 但是现出原形的大魔王 实力远超雨果 米特兰很快就打倒了所有人 大家只能眼睁睁地目睹贝尔克兰发射光束 把整个星球完完全全地包覆起来 即使不甘和愤怒 他们还是输了 输得很彻底 米特兰也不打算放过他们 他的目光扫视所有人 像是在寻找戴罪羔羊 他决定先斩杀鲁体 作为重建天上帝国的第一步 不过在斩杀鲁体前 米特兰决定说出真相 表面上是对鲁体的怜悯 实际上是他更想看到鲁体痛苦的表情 原来当年雨果得到贝色流失 实际上是米特兰的时候 米特兰就不断地蛊惑 甚至精神操控雨果 日子久了 雨果的性情越来越阴暗 而他的妻子克利斯 也就是鲁体和里昂的母亲 越发感到不安 他把还没有觉醒的阿特维亚 交给三岁的鲁体 之后 克利斯被雨果杀了 雨果趁着还有一丝的自我意识 把露体带到孤儿院 让你而远离危险 至于儿子里昂就没那么幸运了 从他懂事以来 就一直在和大魔头相处 现在回想起来 里昂从小就要面对这个大魔头 还受尽大魔头的精神虐待 里昂真的很不容易啊 就在米特兰要动手时 他的身体突然不听使唤 米特兰低估了一名父亲对孩子的爱 雨果利用他残存的意识 夺回了身体的控制权 为斯坦他们拖延时间 还告诉他们他将要强行 让贝尔克兰从空中都市分离 空中都市再也不能吸收星球的能量 而斯坦他们则要抓紧这个机会赶快逃走 随着分离程序启动 四周也开始震动起来 了解真相的鲁蒂在雨果的意识消失前 放下了对父亲的恨 妇女短暂的重逢也是他们最后的道别 雨果的计划奏效了 贝尔克兰从空中都市分离 坠落到大海 而斯坦他们也在禁令的守护下逃离魔掌 还没有归队的强尼带着船队前来营救 和强尼会合后 大家回到赛银格继续商讨对策 输给米特兰严重打击了大家的士气 就连以狄姆鲁斯为首的剑林们都感到沮丧 认为他们是赢不了了 唯独一个人的斗志始终没有被击垮 就是斯坦 在这么艰难的时刻 他驱散了大家内心的不安与恐惧 即使经历了这么多残酷的事 他的性格依旧单纯 天真、善良 但不知不觉中 他还成为了大家的太阳 为大家照亮前方的道路 那真的game over了吗? 那倒未必 拉底斯若目前依然在地壳 当雷克得知斯坦他们作战失败后 他立刻想出了新的对策来逆转胜 首先 萨因格的工程师要立刻着手修理损毁的飞龙艇 并且强化他的性能 让他具备飞往地壳的能力 接着 他们必须使用超强力的大炮 在地壳炸出一个大洞 而为了让这一切成功 大炮必须一击准确命中拉底斯若 产生更大的爆炸 而听到这里 大家都知道 这意味着作为资料的雷克也会永远消失 但雷克心意已决 大家只好无奈地接受这个安排 就算他们能够飞往地壳 但他们的实力依然不足以打倒米特兰 因此他们必须前去制造建林的设施 在那里接受试炼提升力量 于是 大家兵分两路 主角团去参加试炼 飞龙艇和大炮 就完全交给萨因格的专家来负责 斯坦一行人来到了当初创造建林的地方 他们试炼的目的是成为真正的遇见大师 诶这话怎么说呢 虽然建林们承认斯坦他们是遇见大师 但是建真正的主人始终还是一千年前的建林本人 所以斯坦他们必须覆盖掉建林最初的拥有者 成为建的拥有者 遇见大师和建林才能发挥最强的力量 他们要透过仪器的协助进入一种意识世界 在那里 他们必须和一千年前的建林本人作战 如果失败了 他们就会恼死 即使这场试炼异常凶险 斯坦、鲁体、菲利亚和伍德鲁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他们坚信胜利是属于他们的 进入到一时世界 尽管和建林们一同冒险了很长的时间 然而这确实是他们第一次和千年前的迪姆鲁斯 阿特维亚、克雷蒙特、伊提诺斯相遇 既熟悉又陌生 双方使出全力来作战 千年前的建林虽然英勇善战 但玉剑大师和他们手上的建林合作无间 最终清出于蓝 打败了千年前的英雄人物 英雄们也就放心地把未来的重担交给了新一代的玉剑大师 这跨越千年的相遇 对大家而言绝对是最奇妙的体验 通过失恋 玉剑大师和建林感受到自身的实力变强了 建林们甚至知道 现在的他们绝对可以摧毁掉神之眼 这期间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现在的状况相当紧迫 所以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把能给的资源都给了赛英格 所以飞龙艇和大炮在斯坦他们完成试炼归来时 就已经准备好了 这也就意味着最终决战即将到来 也许是经历了太多事 能做的准备也做了 对于最后的大战 大家相当平静 好像大战离他们很远 大家决定要好好的珍惜这决战前的片刻宁静 去做想做的事 去说想说的话 孔曼和强尼到温暖的酒吧里喝酒聊聊天 很是惬意 比较罕见的是玛丽和伍德鲁一起看看大海 聆听海浪声 可怜的切尔西只敢在远处偷看 想法比较简单的斯坦 原本是想要好好睡觉的 直到菲利亚跑进来见他 可惜啦 神女有心但相亡无意 菲利亚知道斯坦的心有着很重要的人 但头脑单纯的斯坦根本就没有自觉 看不过去的菲利亚决定要好好推斯坦一把 不要让斯坦白白错过这一晚 经过菲利亚提醒 斯坦倒是想起来他想要见一见某人 他到处寻找 最终找到了他在乎的身影 这一晚 露体也没做什么 只是静静地坐在院子里 斯坦也挤了过去 两人聊到了未来要做些什么 当初他们是怎么相遇的 还有旅途上各种有趣的事情 这一切好不可思议 而这时 露体还故意说 只要大战结束后 我们就不用再见面了 这刺激了斯坦 斯坦立刻鼓起勇气 提议大战结束后 邀请露体和他作伴 到处去旅行 他希望露体能陪在他身边 两人一起看向一个方向 一起仰望天空 这算是变相的告白啦 露体很狡猾 就是不回答 还要等到大战结束后 再告诉斯坦 不过他还是把头靠在斯坦的胸膛上 表达了他的心意 众人来到了酒吧 一起享受此刻的美好 而一直看着 遇见大师们成长至今的剑林们 也感到欣慰 他们发誓 一定要让遇见大师和其他同伴 平平安安地回来 度过吵吵闹闹又美好的一晚 大家也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随着大炮一发射 拉迪斯洛也应声爆炸 大家在雷克 还有全体地上人的祝福下 启动飞龙艇 往地壳飞去 此时的地壳已经是一片绿意 但是大家都知道 这些都是榨取地上世界的能源才换来的 背后要以地上世界的所有生命为代价 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妥协 一定要把光明带回去 他们冲破了重重的艰难 终于在空中都市的深处 见到了神之眼 还有天上子民的君王米特兰 米特兰一如既往的狂妄 斯坦他们则斗志满满 双方都要对方死 最终决战一触即发 协力者们也拿出真本事攻击米特兰 遇见大师和剑灵们使出浑身解数 把米特兰往死里打 凭着大家通力合作 米特兰先是吃下了败仗 但是他也抱着自诸死地而后生的决心 吸收了神之眼的力量 变身成纠集人心兵器 这个形态的米特兰 不管是什么魔法 什么镭射 他都能运用自如 即使被米特兰打倒了很多次 大家还是立刻站起来 冲上去跟他拼命 被打倒再站起来 也不知道双方打了多久 同伴们一个个的倒下 而米特兰再怎么强大 也经不起这一群人不要命似的攻击 到了最后 战场只剩下斯坦和米特兰 两人都已经筋疲力尽 他们都知道下一次就是最后一集 终于获胜了 伴随大魔头的死亡 空中都市产生了强力的剧动 整个空中都市也即将坠落 到时一定会冲击到地上世界 地上人一定会全灭 到了这个时候 剑灵们也准备和大家道别了 他们决定牺牲自己来摧毁掉神之眼 来瓦解空中都市 尽管斯坦他们极力反对 万般不舍像好友又像家人的剑灵 但是剑灵们的心意不比坚定 他们要亲手结束这千年前的战争 更重要的是 他们一定要让他们最珍惜的遇见大师 还有其他同伴平安回家 事已至此 伍德鲁 菲利亚 鲁蒂 只能忍住心中的悲伤 和伊提诺斯 克雷蒙特 还有阿特维亚告别 至于斯坦 不住斯坦 北京 我らは長く生き過ぎた 不謹慎な言い方かもしれないけど お前と旅ができて楽しかったよ 我もだ 世話のかかる者ほど愛着が湧くというのは本当だな 我は思うのだ お前との出会い その後の変遷を経て今に至る過程こそ まさに一変な運命の物語だったのかもしれんど この世界の未来をお前に託す 我がマスタースタン・エルネによる さあ、最後の使命を果たすのだ ディムラス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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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ゴスタースタン・エルネによって 一个特别的登场 直接跳到了斯坦的身上 还当众宣布 他即将和斯坦展开旅行 得到了大家的拍手欢呼 Ruti这一招反客为主 让斯坦完全没料到 不过呢 看来他日后是逃不出Ruti的手掌心了 私房钱应该都要交给Ruti保管 曾经一起冒险的14个队友 现在只剩下8个人 虽然有些人不在了 但是这8个人 永远不会忘记 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 在聚会当天 斯坦写了一封信 是他对这场冒险的总结 也是他对朋友的悼念 天哪 终于讲完了 这真的是一部超难讲的作品 不管如何 我很感谢你看到这里 给你一个赞 因为这影片的时长 一定会劝退很多人 还是提醒一下 我在怎么复述故事 都不如你亲身去体验这部作品 我非常推荐宿命传奇 没错的话 传奇系列的第三部是永恒传奇 但是我做了点改动 下一部的传奇作品 我们就来聊宿命传奇2 因为我太想要知道后续的故事 不过呢 我不会这么快就聊这一部作品 因为宿命传奇让我太累了 我暂时还不想面对 我可以确定的是 宿命传奇2一定会在今年更新 那么下一支影片 我们就来聊一聊 洛克人系列当中很奇葩的作品 一个关于挖宝的故事 谢谢大家的收看 Bye Bye